民進黨主席瓜文鐵長選佈 繼續用台灣民眾黨總統好選人的新婚 拚整到台後 晚上7點多次請到過台面的主席會面 郝友宜今天表示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都尊重瓜文鐵的決定 會堅定自己改進的路 對他們兩人回答的內容 不予評論 每天也提問 民進黨主席瓜文鐵長 在民進黨作者說 一定會用總統好選人的新婚拚整到台 郝友宜願意作戶手嗎 那白黑是不是選個破局 郝友宜回應 最後的結果如何 都尊重瓜文鐵的決定 我們的團結作會 堅定自己改進的路 最後會贏在勝算 賀文哲主席去見郭台銘主席 那到底台間是什麼 我不以評論 賴清德在致詞的時候說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跟美國否認了 2027年2035年出兵攻打台灣 這句話是大大賞的在野黨一發掌 市長文猜 賴清德說信賴台灣 現在是信賴習平了嗎 總統武房崇宴就特別說 習近平要拿出具體的行為來證明他的說法 但是到現在我們有看過戰績少人嗎 這個讓總統武就打了這個賴清德 這樣的一個巴掌 完全不認同 所以我自己非常清楚的指章 我們要拿出我們各種對話 以及降低風潮 讓兩岸之間能夠重啟交流播風 用友善尊聯平衡的態度 大家一起和平相處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態度 永遠的守護台灣 而且是誤不是誤實的台獨工作者 來守護台灣 那是隱藏 所以在清德 你的台獨主張才是隱藏 不要去寄望別人的整個最好 因為你有看到記者的行動 是把衛臺灣就是要提出 把衛臺灣就是要提出 這才是對的 這才是對的 郭文貴早晚時有跟郭台銘 媚民一點半斤 郭文貴先前曾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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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貴先前公開 郭文貴主席 這次是一個中夥 不是正常的論文 政策不來記者體化 甚至一將影響正常的生活 譬如說 事情順說順不去 無討人 增稿不新勢 共享變成狗餐期 什麼沒有去 不知道你怎麼找中中的政策 教育官是在整合教育部署 提供对台检、拆机发现 专进去教育单位一轮串的服务 三部署是参加社区的网站 可以以后各检验相互功能替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